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华经 背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现在人喜欢偷懒 不喜欢念经 就喜欢听 当然更不喜欢背经 或者觉得背经 这也说明末法时代人的心越来越粗糙了 瞎等了 大成经典 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不能小看它 最好能背诵下来 虽然不一定保佑你发财平安 但在生死轮回上 很有用 这个种子种下去后 生生世世都有用 你赚了多少钱 估计用不了几辈子 但是佛经的种子种下去 到了地狱还是个轨道 都有作用 不能小看背经的功德 要努力背经 现在很多居士 很努力听经 这个经啊 真的听不完 你去看优酷 多少法师讲经 更不用说古来大德的开示呢 你听不完 很多人听了也消化不了 为什么 业障重的人 听不懂开示 你相信吗 有的人说 我每天听经 慢慢寻习 有一天会懂得 这个懂得 是要有基础 就是福报具足了 业障小了 那就懂了 否则还是不懂 那该怎么办 背经 以前师父带徒弟 先让徒弟为常众服务 洗厕所 挑水 煮饭 这些服务 然后再强迫弟子要诵经 佛陀有一辈子是小沙迷石 他师父就每天让他脱波 让他去背经 通过培养福报 背诵经典来消夜 慢慢的才能懂得法师讲的意思 有的人看得我的话 好像觉得我排斥看开示 其实不是的 我是排斥每天只看开示 也不念佛 诵经义工 好像看开示就是修行一样 这样子 只是个知识库 但是背经最重要 现在人的根气很差 你看以前旧摩罗时 一天背诵二万寄送 还有唐玄藏大师 这些人的智慧根气 都很了不得 这个背经 也是一种功夫 不能小看 现在人学佛 很多抱着一种强烈的世俗欲望来 当然要入佛门 先要以利来勾迁 但是迁引进来后 应该明白佛法的真实意了 只要这个人有背经 都是了不得 地藏经说 有人念的一佛名 一菩萨名 一辟知佛名 乃至经中一句 地藏菩萨都要救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有佛的善根 一佛名 都是如此 更不能小看背经的功德 虽然说 你背经了 也许无法导致你发财 导致你怎么样 但在轮回中 这个作用 不是凡复那点发小财 就可以比你的 大家回去好好背经 修地藏法门的 至少要把地藏经给背下来 这样才有资格说真的修地藏法门 而且要明白 因为佛真实意的加持力 你慢慢的背诵 慢慢你的业障也在消 你相信吗 业障太重了 永远无法背诵下来 甚至念经都头痛 地藏经说的 玄独玄妄玄肺思 为什么呢 私人有业障祸故啊 业障的人 看了就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